生活消閒,潮流催民,九十後翻牆大作戰 歡迎各位聽眾回到新的新史坑三日香環節 其實我們是九十後翻牆大作戰,大家好,那一刻雞是我們大王 新史坑三日香 為什麼總是在大家準備食眼之際,又要說噁心事 不是噁心事,我們打算說說新的時坑,看誰新落成的商場 或者新裝修商場的時坑,不是的,Facebook也有這些群組告訴你 有的,以前有個網上叫Open Big,Open Rise是Open Big 有的,有個網上叫Facebook也有 我知道你可能想去哪裏,在中環區你想去爆渠,看看哪個渠最好爆,哪個渠最乾淨 但我想大家在吃飯的時候應該不想聽到那些有味道的話題 但你也不會吃眼淨 爆清爆淨之後就可以幫助吸收 即是你吃自助餐之前會做甚麼? 吃自助餐之前我不會特別爆石,我沒有 我問一下你,吃自助餐之前你會入座 那你不如坐車過去 可能不用坐車,你住在那間酒店上面,不需要坐車 你住在那一層,你吹嗎? 走過去好嗎?開門 有人推輪椅推你過去,你開電動輪椅霍金 你自己滾過去好嗎?滾過去 你瘋了 好像那個Memes那樣,霍金坐在搖控車,有人搖控我過去,行不行? 好地獄啊,依笑一下,霍金快要結醒了 我是不是霍金粉絲,很想令他醒醒了 不是的 其實你想他復活 大家放心,雖然我們這樣trash hot了一分多鐘 我們今天不是真的想說那些很有味話題的紳士坑 而是說一些娛樂方面的紳士坑 話說,你不要騷擾霍金給我,你認出路牌歪了 那路牌不是給霍金看嗎?有沒有搞錯? 其實這個角度差不多 我很認真準備入題,你騷擾這樣的圖給我 我又不說得起錯 你這個地獄當然是,你落地獄的 不是的,角度差不多差不多12.5度就是了 即是霍金來到就剛剛好看得多久 在中學的時候,我的朋友想怎樣練習使用這個半圓的梁國戲 就大概用那條鏡去計算 讀一讀就差不多了 還是那個人有看《Big Bang Theory》 你會發覺霍金是很能玩的 即是你不介意陰謀論,有陰謀論經常說 其實他那個輪椅用他說的話 根本就不是他說的話 是別人背後操縱 這個陰謀論講了很多年 講的而已,那這些聽聽就算吧 即是他的心常在FU 但我可能他就覺得 這些有些人陰謀論講 I'm so happy 講了很多年的陰謀論 那當然,如果你不介意陰謀論 我覺得以《Big Bang Theory》裡面他的表現 他真的很好玩 就算聽過一些地獄梗,他應該不會生氣 他笑得很開心 對,那時《Big Bang Theory》真的見他出來 嚇唸他很過癮 即是說主角都是科學家 做科學研究的人 接著可以看到他 哇,我看到霍金教授 哇,是我的偶像 接著就說 你那份東西還要寫得多好 不過裡面有兩行你寫錯了那些算式 然後說沒有,我怎麼寫錯 然後又說一句 你沒錯,現在我錯 霍金這樣說一句 然後主角說 然後又拿回來看 Oh shit 我拿了那份計錯數的一份東西 給我偶像看,然後就暈了 接著霍金說 唉,又有一個這樣的宅男在我面前暈倒 其實他還可以玩的 所以沒事的 但是你下地獄就是另一件事 應該留了個位置給我的 講笑 那我們先研究香港的新市坑 其實也是說的 因為剛才說的類似長篇劇集 其實近日多了一個 都幾多人期待的一個on demand平台 串流平台就開了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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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稱D價 終於在香港正式活動了 其實外國活動了一段短時間 有些劇集都在上面 大家不想去看 就像Muffel的劇集 大家在上面看 正式開通了 我們都申請了 比Netflix便宜 如果用年費計算 好像是700多元一年 假設你找到三個朋友一起合作 好像可以最高四部機 一起看 然後好像可以檢查 帳戶 總之找到四個人 找到三個人加上你 抱歉 總共四個人 那一年 那一年 一年可以任你這樣看 其實還可以的 比Netflix還值得 以價錢計算的話 所以就OK 開了 剛才錄音之前 今天不如說一下Disney Plus 然後 阿繼華好像挺有趣 馬上開了 又加入了 然後 剛才我們就在這裡 錄音前 我們就不如按 有沒有什麼推介 或過癮東西找到 跟聽眾們聊 其實就是想說一個新史坑 我們先開估 所以我們真的不是說一些有味的題材 不過如果有味的題材 大家真的有推介的話 我不介意大家 direct我們 大家去過一些很棒的時刻 都可以跟我們說 有些聽眾說 剛才知道你們今天說Disney Plus 以為你們終於不說噁心的東西 就盯完飯就拿過來吃 那時候你又說這句話 你不是交了食物的範圍之下 其實我覺得 我們跟很多很開明的電視台一樣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內容 觀眾選擇 聽眾選擇 就是說如果大家對這些 聽眾是喜歡我的伊朗送飯的 如果大家對這個話題 剛才剛才說的那個 真點身史坑有興趣的 即是不計算 我都可以收集一下意見 大家Facebook DM我們 即是到時做一個 聽眾嚴選十大香港爆食聖地 是擺堆聖地 或者叫做Lumber True聖地 不是香港很多的 你上討論區 再過分一點 都是香港十大打野戰聖地 但如果我再說去恐慌 然後我真的會說哪個商場 那個廁所零食好爆就不好 所以我自己就 不喜歡夜街爆的人 不過你剛才說這些 我想起一些很可笑的 你不是還要繼續下去嗎 不是另外一件事 怎麼了 很可笑的 話說總之 剛剛我講的 網上討論區很多 話說 就見到香港 即是我們有少少十八感的 香港十大車鎮聖地 我有一位朋友就載了去 他載了去第一位 即是第一位應該是最好的 那我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疑問 有些彭榜推介員 那位就變成聖地 就有很多人在上面 就是了 結果就被人招田 對 你不是好像文青打卡聖地 一說隱世的地方 然後你一說出來 所有人都去 那就不隱世了 不是啊 我們經常都說 你那些文一說出來 說文青打卡聖地 第二天就去到 全部是MK仔 那裏不是有文青 而是文青 那音樂是武器 可能有些真文青 什麼都MK 疑似文青 或者 疑態扮成文青的人 一堆疑似文青的物體 不是人物 疑似文青的物體 那那叫什麼文物 不知道 疑似文青物體 你不是玩自己的嗎 平時你玩就得我玩 你會去到之後 這麼多啟文青都寄在那裡 這麼多啟的啟 吃橙 嘩 撕了橙 不是的 一陣子香港人很喜歡玩錯誤的量詞 幾兩友 你也坐過一點 不好意思 你坐了一點點 更加like的位置 幾兩友 幾兜友 全部都錯誤 但是幾個啟文青真的很少聽過 這麼密化他們 整件事 幾兩 幾兩 幾兩嗎 幾兩友 現在是車來的 可以是重量的 好啦好啦 我去稱 有人說 老闆說 有五前的文青就行了 五前有什麼 我想請 站上去 接著那些文青會想 我們做騎士 每個人都要複綁 不是騎士 是馬 騎士複綁 對 好像賽車手這樣要磅 對 但是 我們這個話題就太juicy了 那天如果聽眾們真的有你心目中的擺堆勝地 不只是擺堆的 真的 你們有什麼香港十大呢 你全部PM給我們 我們就在節目中 做這個聽眾們的 selection 但是如果你說香港十大最黑人的主持有我們兩個的名字 我們應該會看不到這個留言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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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再不繼續說回主題 恐防我 真的會上個榜 好 今天的話題就是說回Dissi拍攝 那些強制扭過來 其實剛才有一句這樣 開麥克風前 開來看看有沒有什麼 可以推介一下 分享一下 播劇 應該你看的東西 和我看的東西就會有一點點出入 那個類型都幾不同 但是我先說一下 我剛剛才想 因為我開組幾天 我一開完之後 基本上我看了很少的東西 你變成老司機了 又不是啊 我不是扮老司機 他也是出了幾天 你也是出了幾天 那你就變成老司機了 不要這樣 即是十年之後 你就會成為Dissi拍攝裡面的 資歷最老的一個官方 我不需要這些 是不是啊 我不需要這些 你會拿什麼Golden Badge啊 Silver Badge啊 我的意思是 雞哥對不起 我的意思是 我既然前幾天貼了 我有些東西看了 正在看的 就先說一下 對不起 你看了這些老鼠 不是老鼠 我沒有看 其實我叫做煲的東西 都很少 當然有捲過不同的東西 因為一開了Dissi拍攝 我就只顧著看X檔案 X檔案好像是十一季 不要記錯是十一 就連了兩套戲 都上去 全設的X檔案 夠看半個月 應該不止半個月 十一季 講到每季 好像一至六 一至九季 講到每季的二十幾集 二十幾集 還要是五十幾分鐘的一集 他不是半個小時 那我不用說 我心靈直離眼接熟劇 因為這套 我小時候 明珠台拿過 但那時候很害怕 小時候 那時候真的看不看 現在正式看回 一看到X檔案 很開心 然後有些跟我一起都是那幾天 Active去看的那些朋友 現在整班都是熟的X檔案 因為每個人都沒有去熟劇卡 都只顧著熟的X檔案 所以我就叫他開了一樣看 類型上真的不一樣 但是你一開了 你是按什麼 第一套你按來看 就是按來開始會熟的東西 其實我會不會按進 National Geographic 我按過 有Gordon Ramsey 對 有Gordon Ramsey 不過那個不是最汁的節目 他那個真的很資訊性去尋找隱世美食 我知道誰 但是他那個尋找隱世美食 是真的去到上山下海 真的好厲害 攀山攝水 你不敢以為他是玩極限運動 他是真的好像尋找傳說食材 找到中華一番 沒有的 他本身裡面 我剛剛按進Lational Geographic 其實不是很typical的 Lational Geographic 我看到一個應該蠻好看的紀錄片 Air crash investigation 好像中文的空難事件簿那些 那個其實蠻好看的 有些人說的那個series 我還沒看過 我記得我好像看過一個 一個長篇 很多集 我好像看過一集 我好像看過一集 有說過不同世界各地的空難 去分析原因 其實是詳盡的 我應該有YouTube看過一次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 不知道是有線 還是拉著轉轉轉轉轉看得到 那時候拉著開放到權限 在YouTube播放 應該引人去訂Lational Geographic 這樣看 是好看的 如果你喜歡資訊性一點 就不只是很juicy 但我在想這個app 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最初我覺得lock in 是設定密碼 我在想哪有18按 他的密碼不是什麼 讓其他lock in 這個帳戶的人 是兒童所來的 兒童所來的 在app一lock in的時候 他也是lock in 18歲以下的東西給我 他預設了一定是lock in 因為那時候 我開完那個app 然後我跟朋友夾了帳戶 他給了帳戶 我登入了 我更奇怪 不是說 那些Marvel的東西都齊了 我按了就奇怪 為何《復仇者》只有第一集 好像沒有了 好像沒有了三和四 然後我看一看 那些劇就不知只有 Wonder Vision那一套 我看到沒有了 Falcon and Winter Soldier 為什麼沒有了 然後不是Locky 沒有了 我以為是香港遲過別人才有 不是 然後按進去Option 發覺原來他做了一個鎖 就是他鎖了 當了我18歲以下的人 我要把那個按鈕 再按 一按就全部都都齊了 Adventure一至四都齊了 我看到那套 當時有很多 納粹德國 有很多 很V1的計劃 做過 例如春日最大 就是他們上過月球 月面基地 以前有人說過 接著他們有飛碟 當然有人說過 飛碟 飛碟那個有什麼有趣 不是說他們做了一隻 自淡出來 而是當時說 有些圓盤型 我明白這個象徵 可能大家未必明白 這個比喻 那一隻東西是像 大家在鏡頭的時候 看騎嘎嘎的軍曹 他們五個都會拿著飛行盤出來的 即是兩隻手拿著 接著有個UFO 飛上一個小盤 有些人說 其實那時候是研究過 這類的飛行道具 好像還有幾多資料 支持 其實是不是打算做飛機 這些就是 可能用來做飛行道具 那些就沒有那麼V1 但說了很多東西 可能就是講這類型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很有趣 那些National Geographic的東西 就是 在這裏跟Netflix那邊相比 如果Netflix擺放這些 我明白Netflix那些 不是叫National Geographic 但我這樣說 大家明白 一些很National Geographic的東西 即是那些Documentary 如果Netflix那邊的東西 就比較多 這邊就認真一點 資訊性才高 即是你這邊不會有 Tiger King 我看到有什麼 Back to the Titanic 真的很認真的 對 很資訊性 但是Netflix那邊這些就是 真的很 很juicy 剛才Tiger King那些很juicy 你還有一套 Titanic 20 years later 我這些一定有 尖士金馬倫 有 因為那時候他拍過 Titanic 就是 他真的做了一個 研究 所以 你說那些Documentary 就是兩個方向 如果你有個Netflix那些 那邊其實也不會有狀傲 我覺得兩邊的各個都好看 我們不如按進去Star那邊 Star那邊 對 因為有另外的Title 稍後再講 如果Star的話 一按進去 因為旗下有很多東西 現在的人經常說 迪士尼就是 比喻他為 Advanger 三和四的Vernos 就是滅霸 他就是用無限手套 不斷齊寶石 是的 那些人就說 一派在歷士尼就是 齊寶石 逐一拍下去 他好像又拍了 不知道現在 這幾樣都齊了 接著有什麼Fox那些 他也拍下去 所以說一句 雖然迪士尼是 大腿開心給大家 你其實想想 陰謀來講 他也是一個很黑暗的企業 是的 其實很多霸權 包括迪士尼工作的員工 說了很多 這些 不算他的工作 是連公司 經常被人說 他吞拼得太多 搞到現在好像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很古怪的 但他真的夠大 但是如果以觀眾角度看 現在不是 STAR的按下去 就像拿一張電影 叫做浪跡天涯 那些 你相信是浪跡天涯 那我按STAR 為什麼第一部不是叫這些 不是 浪跡天涯 是出英文的 對 你教英文的 我第一部看到是 賊彈專家 好戲也有不少 好戲呢 我先說一下 還有 例如有一套好像 早兩個多月上畫的 這個 爆肌自由人 就是Wy Reynolds那一套 如果喜歡看Deadpool 你也會喜歡看Wy Reynolds 舊一點呢 舊一點嗎 The Grand Badpas Hotel 這個是什麼 算是一套comedy來的 貝達佩斯大酒店 這個還沒看過我 好看的 然後如果說STAR 阿凡達 其實阿凡達也好看的 阿凡達當年最厲害就是玩立體眼鏡的東西 還有他那個3D就真的是最厲害的那套戲 我覺得往後的戲不夠他那麼厲害 但技術其實大家相對都覺得 不要嚇嚇嚇我看一套戲也要戴一副東西 沒有什麼 太天涯 那太天涯當然有 太天涯跟Dizley是嗎 應該會賣回來 不是 只要是Under the Stars 其實有沒有一些是Netflix和Dizley Plus撞的 現在好像 我印象中好像有些劇 好像我看應該是撞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撞了 我還未確認了 好像有一個那時候 叫做摩登家庭那套 那套戲劇 我看這一邊好像也有 真的撞了很多 不會因為 拿得走應該是那個版權沒有了 才可以讓另一邊拿走 因為Avengers那些 其實之前Netflix也播過的 那些現在應該陸續下去了 因為它的版權有自己的平台 應該是因為它賣的 就不是那套戲永世給你的 可以電視台賣給 可能說 這套戲我可以讓你上架三年 三年後就下架 那它不用說要跟你即時收回 那它就等你那個年期結束 那它就抽走 那它那時候不續給你就可以 很多這樣做的 正如那時候有很多劇集都這樣做 其實你雖然說過 這個霸權很影響Netflix 所以Netflix其實就是 聰明啦 會拍Originals 它一早就索到浸脫 所以其實它已經是不斷 其實未開Dissi Plus之前 你見它 那時候應該經常說 如果有很多東西買回來 未必OK 它一早就已經是很多Original 還有買很多四周圍不同的東西 它買到很雜 但有時候 它雜到位 有時候我先說 因為現在說得很快 但是Dissi Plus 其實你看到它是貴貞不貴多住的 而HBO那邊就很專注 某些東西 而Netflix就是 它是重量不重則 某程度上 它重則就是可能 一兩套很好的東西會上給你 一兩個月 但它裡面有很多東西 我只會覺得 很多當年年輕人的時候 看什麼明珠九三明有的 其實都在裡面 即是很多一些 未必是很一線 即是 你覺得 可能現在Dissi Plus 那些戲 很多時候 都可能是近一線位 那些 但Netflix 又不是Netflix 幾線的戲都會有 五線都有 有 我記得有共產片 混合片都有 林雪的混合片都有 反收數特險隊 這裏真的混合了 然後看到什麼 收數王又沒有 好像沒有 但它有很多一些 怎麼說 不是一定要很大 的東西 在上面 常常按摩按摩按摩 現在Netflix又多買了日韓 很多日韓東西 它買了回來 因為外國HBO 或者迪士尼 很多狼自己拿回自己做 少年派的奇幻片 其實Netflix 你見是買了很多 日本韓國的電視劇 或者動畫 什麼都有 但如果你說 這裡 有些真的 以前看過Netflix 現在又拉過來 可能那邊沒有續期回來 看到這個 心跳五百日 這套很好看 這套之前說 某程度上 當它是半套推理 其實就是推理 這對男女的關係 例如 500 days of summer 這套 這個就是 那時候我Netflix看的 現在看到有 Pity Woman 是什麼超佳人 風月超佳人 Pity Woman 找老親 不是這個周星馳唱的 這個是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ity Woman 串哥 唱另一首 哪一首 IQ博士 就唱十兄弟 我們真的很無聊 所以大片也有多 剛才我看到情緒索馬 情緒索馬 很有趣 然後 關許事 那些 Kingsman Kingsman 金牌特工 我看到的 東方華爾街 我有些朋友 那時候看了 Kingsman 心冤這個不是為英雄 為英雄 這個是好像戲來的 我記得不是 但是 印象中 東方華爾街 好像說 Concept有 但是 拍得一般般 Persons Break 越肉好看 Persons Break 有 因為當年玩的遊戲 搞笑 改了一個名字 惡搞 叫Persons Break 這個是Persons Break 然後 好像Persons Break 那些劇 其實有很多大名 又做好歌季的劇 例如 當年很多人追過 《24》 就是什麼 《24》 那套劇 每季都是實時的 糧 那時候無事我記得 有一種抄軌別人 就是譚英文做的 也不知道 又在雜雜玩計時 學了別人 《24》 然後 我看過《Walking Dead》 好像是陰師路 陰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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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古天樂 走路爛 對 古天樂 走路爛 陰師路 即是說 Zombie那套電視劇 做了很多鬼 好像越做越難 大家聽不懂 我不記得Loss有沒有 但不是 我看到一些很難 很西的東西 你說 看到什麼 《家有氣時2020》 對 2020 即是張志林 我一叫張志林 我心想過 有這種感覺 我們剛才叫做 《Star》去找一些好東西 可以找到 但其實也有 劍氣 我剛才搜尋 1992是找不到的 對 慘 有這個 《二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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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記得還有一套厲害的東西 他真的是港產片 買了藥光回來 港產片裡 他很有質量管制 港產片裡 他的質量管制 基本上 九成都是爛的 我都不知道 八成 不方向不買了 有些人說 Netflix original 就是什麼都要 Netflix 就是什麼都要 好還是不好 港產片 我也有質感 他只是買賊 還有賊 《七彈專家2》 可能有聽說不是 你不算 怎樣都好 劉華做應該不錯 但 其實《七彈專家2》 我看的故事 《簡介》也真的蠻有趣的 不是當觀眾所做不到的 因為《一》都已經是有好看 《一》其實我也有好看的位置 但其實搞笑的位置很多 然後再按下去 《九龍不敗》 這套真的 因為我喜歡看爛片的那些 其實有些朋友們都知道我喜歡看爛片 都是推介我 我會繼續看《九龍不敗》 因為這套東西都拍得很努力 我看見陳果拍的 好像 他只是拍第二集 沒有第一集 那很多平台都會這樣 Netflix有時候都會 有些東西只買一不買二 買二不買一 還有L風暴 P風暴 風暴 好像整個都要努力 不知道 射風暴的味道 好像不錯 但這幾個都是努力的 我記得 P風暴 我記得 我記得 我記得《無英文字母》 那套真風暴真的很好笑 那套真風暴真的很好笑 懶片風暴 沒錯 那套真是 真的很努力 我記得是努力的 我已經想看了 我看到有什麼視徒人自己演的努力 不知道是誰 張家輝古天樂 不知道 我看到他們 其實有是他們 其實不可以搜尋 多次《家有喜事》 是否有可能有多兩集 應該好像只有這集 我記得他 他戲的方面 特別港產片 他真的是 努力為主 不過現在有一件好事 他《一秒拳王》 我覺得大家說是好看的 《同籌》 這兩套都有 《同籌》 《一秒拳王》都有 《十八禁》 要有加獎編 我因為有些有十八禁 《同籌》已經是 《十八禁》 那不是同籌 《同籌》 《同籌》一開出來都會有十八禁 不 他應該就是 做一件事就是免費小朋友 一開帳戶就看到不好的東西 所以就要按下按鍵 但你不按下按鍵 真是麻煩一點 看不足 一數出來就真的有很多東西 香港電影就有很多 《同籌》 我都覺得沒什麼問題 例如《Crime and Mystery Series》 《Asian Movie》 都沒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你中文會譯造出什麼 不過我英文就譯造出什麼 我英文就譯造出什麼 我先找一下 《Action Comedy》 我找到一個叫做 《Celebrate Black Stories》 什麼來的 黑人系列 哦 這個年代一定會有 這個擺明是政治正確的行 我們要慶祝黑人的故事 我是說可以的 但是迪士尼 又怎麼會沒有這些政治正確的事情呢 你現在迪士尼是 你這部電影加政治正確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特地加一個字 說黑人做主角 那就是說其他戲沒有黑人 其他戲政治不正確 只是這裡政治正確 你這個說法 是絕對合情合理 我完全認同的 但同時真的拉開小說 我覺得現在荷里活犯得最大錯 他們就是全部人做錯的事情 跟你說的一樣 你看看他們永遠就說 為什麼這部電影沒有黑人 那些事情 為什麼那個角色不可以是黑人 但是大家會說 為什麼是黑人 因為他們現在有兩件事 黑人、女權 先說這兩件事 他們經常有種感覺 不是女權是性別平權 我覺得不是 他們是這樣說的 因為性別平權 其實是和女權不同的 既然說女權那兩個字 他們不是又給你 他們應該不介意的 但問題是 他們經常把這兩群人 當作一個受保護動物 但本身你把一件事 當作受保護動物 就已經是一種歧視 你不當大家有什麼存在 我記得以前也說過 我記得很久之前是訪問過 我這樣說 衰一點說 有一個朋友 家人也有七張東西 真的怪獎 有很多人經常說 想扶他、幫他 他真的會生氣的 我不用? 你幫嗎? 我現在以前 因為你覺得 你每個人都走過來幫他 我現在不是弱小社群 你說我弱小社群 除了動著東西 走得慢一點之外 我也是正常人 我以前聽過一些訪問 有些人說開 我以前訪問過 那位受訪者 他自己是個 好像南亞裔 我記錯了 他就說 他跟朋友玩一下 玩得很熟 就說不是奇不奇事 他跟朋友 讀書也很熟 但朋友根本都沒有理會 是什麼 就說很舒服 他朋友家裡玩了一些 為什麼有個小朋友 突然間 他是不是講中文的 那一刻才發現 是呀 講中文 玩一玩 其實他來說就是最舒服 根本你不用特別 把我選擇到什麼類型 沒有分別 還有很多字 是很多人 只有不同的放大 然後 變成一個有冒犯性的言語 例如我們說N字頭 其實他們互相都這麼稱呼 有些人說 那個字 就是理論上 他們互相稱呼我意 但我們就未必可以這樣說 而且 因為你說的語氣 和你對著他們 offensive的時候 你說什麼都是offensive 你反而扮得突然間有禮貌 他們還會覺得不自在 也不是說去不去 你整件事很高 但他就是這樣 否則怎麼會 總是要把所有角色變成黑人 不是這樣就錯了 他說有一個黑人系列 對不對 其實就是說其他戲沒有黑人 其他戲沒有黑人 即是只有這個系列的政治正確 其他全部都是 那就代表他們要更加努力 應該是下架 那應該是下架 應該是下了披風埗 也沒有黑人 劉青雲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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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非力賓的 他就是絕世好賓 我現在看在電梯上 那幾個賓妹撩他 然後撩他 他發覺他假裝的 原來不是真的賓仔 原來是賓仔 原來是說他多英俊 他裡面的設定是說什麼 他經常說非力賓人來說 我是算英俊 如果他放在非力賓人來說 他也算英俊 他也算英俊 他有這樣的設定 我現在那時候 拉高一點說 我現在沒看到馬格羅比 做小丑女那個 我記得那時候看了娛樂新聞 他講了一句話 我一聽就覺得 真是離開了大譜 哪怕我看 《The Suicide Squad》 我一做他做得好 我那時候好像說過 我沒有記錯他講的 好像說什麼 荷里活 對 今年的入選女導演 都沒有女性入選 覺得很可惜 其實現在 現在女性的地位又不一樣 其實女性都可以做得好好的導演 問題是沒有人入選 就是你們不行 我覺得就是 根本的位置 又不要說他們不行 是他們歌簾的作品 至少 不是他們不行 因為那一年我記得是他們有份的 好像是他們有份 盜永監那些 但是我記得那一套沒有記錯 好像是 《Bird of Prey》 就是要猛琴小隊 那個戲 看見的人 沒有人說好看的 難道那一套入圍 不要玩 我現在好像有做製作 即是製作者 那些事情 是否硬都被他入圍 沒有 就是沒有 他們就是那個意思 那時候我記得 覺得 今年還沒有女性導演 可以入選 就是覺得整件事好像很不公平 我講的類似 我記得 那年在《娛樂新聞》看過他 有這麼說 《娛樂新聞》裡面 很複雜 我怕可能有錯 先鬥著頭盔 但那時候我一聽就覺得 很硬意 就這樣 那你正常就是 你說入不入選 都最佳導演 那就就是 看你的作品怎麼樣 不可以是你們那一年 做電影行業的成品不夠好 所以別人給不到你 所以拿 不可以是這樣的嗎 我那時候想 你是不是覺得 一定要放兩個女性進去 如果是這樣的 餘留兩個席位 給你這些 就叫做打毛球 要打毛球 是讓你進去的 就是歧視 那時候我覺得 整件事很混亂 但是某個位就是 我記得剛剛 好像趙婷拿了 我一剛那年 那些人去那些作品 大家公認 是有表表大家好的 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所以 但是這麼說 為什麼迪士尼有這些難為在這裡 因為現在迪士尼 基本上是 站在這些 政治正確最前線的 如果不是 怎麼會那時候 曾經 拍過 什麼 就是剛剛那套 《The Three Sides God》 或者之前拍《Guardian of the Galaxy》 那裡 《James Gun》 那時候 有人翻舊帳 說去Twitter 說一些壞事 好像說一些 有歧視成份的事情 但是 大家有按到Twitter 就說 其實真的是衰多口為主 真的不是去到 有些什麼問動 被人說過 真的做到什麼不好 有些人 無法說 無法說 但是真的說 那些Twitter 就不是那件事 真的衰多口 實在說可以去PR 解決這件事 就是罰了他 就是拿了錢出來做慈善 拿了出來那些 原本也是這樣做 但是那時候 一夜就炒了他 然後就說 現在加了一些 《Guardian of the Galaxy》 時差雜作 要找另一個導演拍了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搞出了一大良心 之後 整堆演員都出了聲 幫他 而且那事的嚴重程度 不應該這樣處理 最後 即是那時候 那時候 政治正確到 直接不給人 人格沒殺 就馬上炒了人 當然後來他找不到 人家拍了 最後應該找他回來 因為其他導演 不敢碰 大家說 那套東西 這麼有他的風格 特色 有些導演 就算是跟他很熟 想找一些很熟悉的朋友 去拍他 那些人都說不行 因為真的是他的風格 我一碰就 糟糕了 一定被人說不好 這問題就是 就是充滿正確的事情 如果不是 怎麼會現在馬虎 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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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把他推出來做 理論上 現在領隊那個 以前就是 三本柱 你當是 Ironman Cab 和雷神 都三個 不要計算 Cab好像很正義正確 但是 現在是變成了 Cabin Marvel Cabin Marvel 說錯了 因為習慣了叫他做大媽 因為就叫他Cabin Marvel 混合了一場 總之 現在叫Cabin Marvel 那個演員 他說話 也是站在 政治正確最前線 而Cabin Marvel 也將他全力 打造成一個 最政治正確的人 就是 最正正確的角色 但是 那套戲 我那天不是很差的 不是好不是很差 我經常說 MCU的事情 就是 你說好又不會是很高分 但是又不會不合格 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最政治正確的了 所以 你說為什麼有那個黑人的男人 一定有的了 現在的 就是這樣 我們又看下一個系列 是啊 不如說一下Marvel 不如說一下Marvel 你好像有興趣 不如說一下Marvel 不如說一下Marvel 反而說一下 如果有Marvel 剛才這麼說 大家順便觀看到最政治正確的 Cabin Marvel 但我相信這個不會是大家的重點 其實 現在他這件事裡面 我猜大家最專注 一來你可以看回之前的作品 二來就是 現在大家最期待 都是往後繼續上畫的一些劇 因為現在 其實Marvel 現在就努力地去做電視劇 因為他自從開了Dissi Plus之後 他就不斷地做電視劇 去吸引人來看 例如之前播了的 在Dissi Plus 開放之前 就播了哪一部 有Wonder Vision 即是誰 Scarlap Vision Vision 即是哪一部 還事那一部 我還沒看過 接著另一部就是 Felcon and Winter Soldier 聶英和東冰 即是Cabin的兩位 他的好機友和他的好朋友 這樣說 接著 然後另一部就是 然後就是Locky 然後就是 那這部電視劇 其實都上去的 還有他Watt If 就是Cound片 裡面放很多 Watt If 即是如果說 不是Sip Roger去做 美國隊長會怎樣呢 所以他其實劇集那邊 大家很期待 接下來也很期待 還有什麼上戲不接下戲 都可以先看 上戲不接下戲 因為已經是高速地上架了 因為好像現在就 合理 他現在好像是 我沒記得好像是45天 電影下畫之後 45天就會開始 好像是Dissiput出現 現在已經設定了這些規定 因為疫情期間 所以就 有一個分歧 現在就是要做 這個影視界面 最聰明的那間 就叫華立 因為他聰明到 是做同步上映策略的 而令到外國一眾的 電影院 全部人都媽媽叉叉 任何語言 粗口都說出來 還差點被傳奇影業告 那華立真的很聰明 想到同步上映 這件事出來 當然那個聰明是要豁著 其實是 然後那時候 我想問一下他的戲 票房 吃光了 有沒有摸到摸 有啊 直啊 即使不直也糟了 然後 當然 當然 總會有些人 會想去戲院看 其實是我的好戲應該去戲院看 但是你這樣做法 你很影響過戲院生意 而不是影響過電影收入 所以那時候 他做完同步上映策略 我記得馬上Sony衝出來 Sony衝出來 Sony衝出來說 哦 即是同步策略這些超前的事 我是不搞的 我暫時覺得應該是30日至45日 最好 那時候出來講過 他說 還有他有同步上映 30至45日是上映策略還是下映策略 下映策略 下映策略 我沒記錯 那套戲完結後 完結後 就會有30至45日 好像業界就這樣討論 但是我幾個東西才正 那時候Sony還講過一句話 我笑一笑一笑 他說什麼 他說因為 自從華納有同步上映策略之後 是拖了片箱走來跟我合談那個法項權 因為他說不是 那邊 神經的同步上映 去到Sony那邊問一下 Sony就說 做完一招之後多張人過來 我是那邊問的 這樣說 所以迪士尼就沒有這麼瘋 這個同步之後收到什麼 他好像說 今年過後就沒有 不知道是今年就完了 不會這樣搞的 因為他其實都不會這麼瘋 但是現在Matrix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步了 所以那時候就這樣說 香港雖然那時候還沒開HBO 那個on demand 好像那時候也有 但是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神奇旅合1984 那套戲 不要說遊戲 我沒有提示遊戲 是不行的 他一上畫的時候 在外國上畫一下 是同步網上有邪道 即是被人下載 因為你同步上映 你在HBO的on demand平台看到 那些人是Capture Card Capture Card 然後就放上網 給別人做邪道 那你的戲院 真的不講究什麼嗎 現在迪士尼沒有這麼瘋 迪士尼好像說 45天 當然之前 Scar Joanne好像跟迪士尼有 有官司周過 但是現在他解決了 你想想 他這篇沒有這麼瘋 也是45天左右 所以大家就可以 現在看好上戲 應該隔得很快 就可以看永恆族 那一集 如果是Marvel的 大家也期待他之後 那些戲繼續去 甚至大家現在可以先看著Loki 那Star Wars呢 Star Wars就開心了 Star Wars現在就有了之前的所有作品 首先有了電影的一至九集 當然七八九個人就不推薦了 我看完八字後 我很討厭七八九 但是他叫做一至九齊 但是我按進去最不開心 就是沒有一個Dislike 因為Netflix有的 他沒有 原本一開過 迪士尼就禁小器 是不是 不是 他禁證人不行 原本我打算一按進去 馬上升戰8 我剛剛也剩下了一秒 說迪士尼這間公司禁小器 我真的想先禁止第八集 怎麼會被你Dislike 那Dislike這件事這麼政治不正確 你怎麼可以就去Dislike 如果那部電影這麼晚有黑人做 那你就Dislike做得怎麼樣 有有有有 就是了 那怎麼會被你Dislike 你醒一下吧 你大王 那頭幾集都有 誰 有Samuel L. Jackson 做這個Marsavindu 我想會不會再死定 直接做一個Like給你 但沒有Dislike YouTube為什麼不准Dislike 你不准Dislike 說笑 但是 他一至九集都齊了 然後 他連spin-off那些東西 類似 好像動畫那些劇集series Cone Wars 以前什麼明珠台播放的Cone Wars 或者近年那些Rebels Resistance 都齊了 基本上你現在要找回一些 星戰系列的東西 都齊了 連這些Documentary也很好看 還有現在最開心的是 因為星戰未來也不是主力拍戲 他還有Lego和Star Wars 對 他Lego和Star Wars那些都有 好像什麼Back Bench 那些都有 接下來他也有很多電視劇出現 因為他的電視劇 就是令到很多星戰迷看完七八九 大家本來整部電視劇 本來是戲坑的 是有一部電視劇 是把很多星戰迷回來 這個系列做回粉絲 就是你現在來上面見那一部 《Mandalorian》 《Mandalorian》 《Mandalorian》這部電視劇 是超級好看的 因為他最主要主創的兩部 其中一個就是大家看《Marvel》這部電視劇裡面 做《Tony好朋友》 《Happy》那個人 因為那個其實是導演 《John Farrell》 是《Iron Man》的導演 其實是《Iron Man 1》的導演 對 其實是《Iron Man 1》的導演 他是自己嚇穿下去 之後就做《Happy》 他再跟另一個 我沒記錯是《David》 應該是 Sorry 我怕記錯名 但是他兩個 因為另一個就是 那時候跟開 《星戰的動畫》 《Series》的那位創作人 他們兩個都是超級星戰粉絲 還有 他們星戰粉絲的東西是 他知道了 真的星戰粉絲 舊的那些想看什麼 還有大家不喜歡什麼 還有 有些角色 他一定知道大家很喜歡 他就會給他一個好的期待 就不會把角色出來變成廢物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跟香港粉絲 我那天在看 我的朋友是ERROR後援會 我突然就看看 第一天 《Disney Plus》登錄 香港第一天 恭喜阿Dee 已經是第一天登錄《Disney Plus》 我想著什麼 我原來是同籌的阿Dee 哦 我心想 嗯 也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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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做Cafe Cafe Cafe不是演員嗎 Cafe那個阿Dee 那是阿Dee 對 因為現在 除了這套劇之外 他也有其他series上來 星戰上來很多劇 這些劇是拿回一些 以前大家很喜歡的角色 在spin-lop做的劇 大家記得《星戰6》的時候 可能粉絲也知道 有一個掉了一個洞的角色 叫Boba Fett 他在《萬大樂人》第二季出來的 現在十二月就有一套 叫Boba Fett的戲 就說回他的後轉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五六個角色很帥 但他也有D位 那是7 但是他在《萬大樂人》 洗腦之外 就是關二哥那麼有義氣 不是吧 還要表現很帥 然後 現在十二月就有一套劇 就是他的獨立劇 很期待 下年還有其他《星戰》劇 也很期待 《星戰》劇 以及《spin-lop》 有件事是好的 就是很多不同人去創作的 就不會是一個人做其手 那個人不可以 整個系列就不會 所以《星戰》劇 大家可以看 如果你說可能 本身你有沒有看過《星戰》 甚至於我那天阿雞 你可以去看 他有一套叫做《Vision》 那套就是沒有記錯 好像八集還是什麼的動畫 但他的動畫就不是連貫 他這麼多集 每集都是找日本不同的動畫公司 去跟一集 當然有些公司跟了兩集 但兩集都不同故事 他每集都是獨立的 20分鐘左右 但每集都是獨立的 而且每集都不同風格 例如第一集是扮演黑澤民電影的風格 而且是扮演黑白的風格 扮演武士片 有些集數是唱歌和樂隊 有些集數就像日本動畫一樣 所以大家說 在文化上 用日本動畫的表現是挺有趣 這個也是可以看的 這個系列 所以大家都不人錯過 如果喜歡《星戰》可以看下去 六個主要的Categories 我都說了四個 《Star》 《National Geographic》 《星戰》 《星戰》 《Maffle》 《星戰》 《Maffle》 《星戰》 《Maffle》 我自己喜歡咖啡貓的 這套明明 《National Geographic》 但我不知道它有沒有 不過好像沒有動畫 但如果動畫就很開心 但如果你說上面另外兩個類型 我講了四個 《National Geographic》 《National Geographic》 這兩個人其實都 我認為喜歡的朋友都很好看 喜歡的朋友都可以看 因為我直接有朋友說 《迪士尼拍攝》不是很多 Count片 我說是啊 不是啊 是齊了 是啊 我只是說迪士尼的仔 按下去 時光按下去 我說你不就被小朋友 信落 不是很多 是齊了 完全齊了 它連很多年前的米奇老鼠也有 你信尾嗎 沒有 我看到米奇老鼠 在中間 習慣性行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經常看 對呀 這些呢 很開心 米奇老鼠 真的 不是你這個死人頭 他是米奇 這是什麼 五星級大鼠 我想說的 迪士尼老鼠 真的 五星級大鼠 那些都齊了 而且如果你說這些 我衝天救兵 還有一件事 有些朋友很開心 有些什麼 我沒有看開 但他們很開心有什麼 有那些什麼唐老鴨 那些 不知道什麼 整家人的系列 唐老鴨是家人的 不是 還有那些 這麼大 我叫唐老鴨不是只有代師嗎 有的 但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唐老鴨的系列是很多粉絲 很多人喜歡 現在都齊了 都齊了五個季 所以這些動畫上 是很齊的 我可以找到Donald Duck 我們可以找到那些 Vintage Disney 黑白的米奇老鼠 也有 這個不是就是 這個 Steam Villy 就是迪士尼第一套卡通片 所以他出的第一天就是 米奇老鼠生日 現在是齊了這些 還有 說多一點 如果你說喜歡看卡通那些 其實還有一些系列一上架 就是 叫做Apsons開通 Apsons開通 Apsons開通 之後 就是高速地大家 每個人都被圖片 貼上去 社交網站 喊萬歲 例如 有幾個系列 大家很開心有的 一個就是 Spiderman Town 片 九幾年那一套 就是當年 無線下午好像 好像星期六 不知道十一點播那一套 那一套是很多人可能 現在如果你說 再年輕一代的小朋友們 他們接觸 超級英雄可能已經是在戲院看的 但是我們那些年輕人們 或者可能你那一套 應該是 接觸青紅的超級英雄那一套 電視機看到 Spiderman 他就有那套 不是啊 他這些 1928年那些全部是 畫質回復 他修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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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那套電視機支持他 那些東西有4K 他會派4K給你 他上戲那些 有什麼4K偶查給你看 那一定的 然後我自己很開心還有什麼 有一套X-Man的卡通片 X-Man的卡通片搞笑 當年在哪個台看 在亞視看 是嗎 那是亞視播的 X-Man的卡通片 這麼有米的嗎 所以好像聽聞說 重播了一次 你買回來 當然是播進去 有X-Man那套卡通片 我怕最初接觸超級英雄 可能真的靠那套 來愛上狼人 那個雷石眼的角色 這套的人很開心 還有一套我不知道 你喜歡 因為我記得有些朋友 跟你的年齡很近 他們一群歡呼的夜行神龍 聽過 他們有一群 不知道跟你差不多大 他們說是很喜歡夜行神龍 又下去了 現在又多了一些 變成都 歌舞星平 現在大家很開心 他製作了一些 Disc League Documentaries 就是他自己的士尼 那些電影的花水 可能我的年紀 或者一兩年 可能去到九十年代 頭那些 High School Musical的那些歌 我剛才 我剛才 你開了很久 你立刻開 High School Musical 聽完這歌 我也看完 有些很回憶的東西 是可以找到出來的 這句話 那個女主角很棒 雖然我忘記了名字 怎樣 你小朋友時期初戀 你想扮龍少 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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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High School Musical 初戀 雞少女好 人家龍少女好 就要介紹一下 就這樣說 一十分之一 有些什麼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這個很熟 我忘記了名字 這個我忘記了 是不是黑魔侯 那些當然有 近年的迪士尼也有 報神 報神不會沒有 其實有些朋友說 申請來做電子奶醉也可以 未必是電子奶醉 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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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一陣米奇佬 數給他看也好 好過買TV的迪士尼 Channel 是嗎 迪士尼 Channel的東西 不是要選擇 還有有時候也會播些 還會播些 還會播些 現在真的很多好東西都齊了 所以真的是 但我是搞笑一點的 我ad了很多是我的片單 但我暫時離開不了X檔案 去看其他東西 我還是一開Dizzy Bus 就會按到那個X檔案 那你不用ad了 你看完X檔案 你才知道 其實是的 但那一天開的時候 很開心 先加了 我已經想到有什麼可以加 但不加 先看舊的東西 你那是狂看Hinds School Musical 尋找初戀 也會的 初戀 阿雞少 你好 Pixar呢 其實Pixar 都是那堆 Toy St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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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笑一點 我還是不肯看4 我心目中那3月是完結的 那4月是多了 所以我之後那些朋友說是OK的 但我心目中那3月是最完美的 最後他們見到安迪開車走 然後好像那個小朋友長大了 但有其他人會記得這個玩具 有其他人會疼愛這堆玩具 但又見到那個小朋友大了 看了3集 而且他在說那時候 你小朋友看了第一集 你長大了 你真的跟安迪差不多 那時候可能真的要讀大學 其實真的很感動 那時候看3尾那段 那4天真的多了 不要緊 怪獸公司 怪獸公司 怪獸大學 然後不知道劇集 又有在看 我自己也很喜歡看怪獸公司 Pixar Through the Ears 有些很舊的東西 怪獸公司 怪獸公司 還有說的就是 他有件事好 這個 這個 這個不懂什麼 Jack Jack 這個真的好 那個 我忘記了中文 總之是搞屎的BB 這個不是紳士坑 是搞屎棍 對 我一講中文你一定聽過 我立即搜尋 你先搜尋 但我先說一件事 有一個有趣的就是 現在在這個平台上的東西 他盡量很多是有粵語配音 有些人當年電視台有播過的 那個粵語配音 可能找一些配音公司做的 他也有下去 甚至我剛才說 我說 挺特別的 那個Star Wars Vision 那個動畫劇 他裡面不是電視台播 他首發 已經首播 已經是在Disney Plus 他都做了粵語配音 所以他很多內容都有做粵語配音 大家也都很感激 要看什麼名字 補充一下 那個Jack Jack就是超人特工隊 裡面那個BB 如果是男人覺得 會覺得很麻煩 那個BB 他那裡是很搞笑的 但OK的 都是那個BB 不斷製造麻煩 那你就可以先看超人特工隊 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如果大家在播劇 有時候說 可能你有HBO 或者有Netflix 幫我看 最近好像想轉口味 想看其他東西 或者真的很想看MCU 或者星戰 或者滴滴來的東西 那這邊你就幫我看 大家未來幾集 應該聽不到我們主持節目 我們在看 有沒有這麼嚴重 都要休息一下 我真的不會不眠不休看X案 那我真的看過我變X案 那你未必是生命值 硬接殺那些Disney Plus 那你真的可以成為第一個 看Disney Plus看到第一人 看Disney Plus看到釘了的第一人 以前那張感冒 跟我一張圖 能不能算想到 然後你快點四塊背後 我立即做Disney Plus的標誌 引上來了 有X案的標誌 就像銀牌一樣 然後你快點釘上去 你快點釘上去 然後最後怎麼復活 就是我還未看完X案 看完再寫 對 那很多東西可以去看 有趣 要講一些娛樂 下次回來可能講一些閒談類話題 也可以 看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今集節目 下集回來再見 拜拜 坐下